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准备自驾返回,从拉萨返回广州了 今天是出发第一天,在出发之前呢,我想有很多网友问我 你在拉萨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现在住的是城关区,我现在前面这里就是拉萨河 这里有个小桥,那转过来呢,这里就是一个仙子牛岛一个小区 那我想给你看一下,其实这个小区如果说你自驾开过来的话 就很方便,哇,对面这只大狗,对面这只大狗 你自驾过来的话,这里停车非常方便 这里有自动识别车牌,然后呢,看一下 就自动识别车牌就可以进来了 这里呢,有好多间民宿,现在这里左边有一间 有一间,但是这个,进来第一家这里有点贵 我觉得不太划算 然后你再进来呢 这里,进到这里一个 左右两边两条路 在这里呢,你右边有两间 在这里,右边有两间的 都可以停车,停车非常方便 但是我推荐的是左边这里 左边这里有一个都家酒店 它有点贵,庄园酒店有点贵,我不建议 然后这里有两个民宿,都是150 现在是淡地嘛,都是150左右 150到250之间 然后停车,你看这里停车位非常的多 然后呢,你就一直往前看 这里呢,前边还有两家民宿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你如果住他的民宿呢 你跟他要免费停车卡 如果这里你没有免费停车卡的话 一天停车是26块钱 那每个民宿其实他都有自己的车位 都有自己有两个到三个的车位 你一定要记得跟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就停进来没所谓了 你出去的时候就要给他 跟店主要停车卡 这样的话你就是免费停车 然后我看一下 现在左边这里有一个 但是现在目前好像是淡地已经 它已经关门了 然后基本上淡地就是150到250之间 忘记的时候 你再跟他谈谈价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我现在 我昨天住的就是这里 就是这个西联客栈 这个是刚装修的 我觉得条件还是可以的 但是会有一些装修的味道 等你离得久一点的话 可能那种装修的味道就会散一下 散去了就没什么样了 好,那我今天的介绍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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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